今天要去做郑州的第11次核酸检测 这应该是过年之前的最后一次了 能不能回家就看今天的核酸检测结果了 出发 今天是小年夜啊 马路上人明显变多了 很多公司今天都已经放假了 我今天就到前面那个小学门口的核酸检测点去做核酸 那边人一直都比较少 我不知道今天人到底多还是不多 因为今天毕竟全放假了 对吧 前面就是核酸检测点 果然如我所料 今天人还是比较多的 我看那个排队排的还是蛮长的 等一会儿去排一下队吧 前面是核酸检测队伍 排队排的好像确实是蛮长的 已经做完了 郑州现在还有三个中风景地区 希望明天可以全部清零啊 今年过年还有回家的希望呢 你们说呢 今天小年又下来做核酸检测了 前两天一直下雪 现在雪停了 但是还是特别的冷 不过小区的市民都陆续下来开始做核酸了 我们大郑州市已经连续了好几天无新增了 再有六天就要过春节了 我们政府也是为了巩固疫情 降低风险 然后又通知做新一轮的核酸检测 尽管天气特别的冷 但是大家都很配合 今天还是两队医护人员在做 速度特别的快 解封不等于解放 低风险不代表零风险 不得不为我们政府的这次决定 和反应速度点赞 感谢观看